大家好,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15世纪北方各国 我们上上一期讲的是15世纪初,就是南北共同的情况 然后上一次讲的是15世纪南部,主要是意大利 所以今天就看一看同一时期的15世纪北方的各国 我刚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脑子里有点模糊 因为当我想到这个前后的历史的时候 比如想到16世纪,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朋友一样会脑子里跳出来 比如伊丽莎白,还有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包括莎士比亚 南边一点的话像神罗帝国,查理五世 法国那边的是弗朗索尔一世,还有当时同时期的蒙田 这些人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16世纪的人 当想到17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围绕30年战争 有非常多的这种光源济会的英雄人物 比如法国的就是迪赛流,然后那个瑞典那边的古斯塔夫 包括当时候那个史上最伟大的宪兵队长华伦斯坦 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这些都是17世纪的人,但18世纪就更多了 欧洲丈母娘特雷莎,还有那个彭帕杜夫人 就路易十五的老婆等等 这些就是是后续非常让我们能够多少会知道的一些人 但是再回到15世纪,至少我当时回想的时候 我脑子里是觉得这个时代,尤其是北方 是非常模糊的一种现状 所以说我就想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社会 就是如果我们穿越回去 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实所面临 这张图呢我放的是一个这个欧洲现在的一个国别的图 但实际上当我们说到15世纪北方的话 我们主要是说英格兰国土是没有变的 然后法国,还有包括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 以及当时就是神罗里边的德语区 大概就是这一片范围 这片区是我们所说的这个15世纪的北方 主要是这里边看的话 就是英国跟法国当时是在百年战争的一个恩怨情仇里边 现在里边不能自拔 实际上呢我们回溯一下英国这片国土的 他的一个历史背景 在罗马帝国侵入英国之前呢 英国传统地方这片是凯尔特人的天下 凯尔特其实追溯也是日耳曼人 但当时就是他是一个 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称呼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吧 最早是凯尔特人 后来罗马人呢就从这边打过来之后呢 这片土地就是被罗马人占领了 那罗马人就是很快的这个散掉之后呢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所说的这个昂格鲁萨克森人 他们是占领了这个地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 就是从北欧这边过来的一些丹麦人 或者叫维京人 他们其实也是在这片土地当中有活跃 有专门他们的这种属的特定的区域 再之后呢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诺曼征服 诺曼征服实际上就是从诺曼底过来的一个诺曼公爵 他呢诺曼底公爵 其实当时是法国这个王朝里边的一个公爵 他就侵入了英格兰之后呢 开创了金雀花王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的历史呢 它的一些不止刚才政权的变更 包括文化的侵入 比如说罗马人进攻是从这边过来的 后来基督教到这个七世纪左右传入英格兰的时候 也是从法国过来的 所以说实际上呢 包括那个诺曼征服之后呢 这些金雀花王朝的初期的统治者 他们实际上都是从欧洲大陆 尤其是从法国这边过来的人 所以说呢 整个的国家的一个文化 包括他们的语言 其实跟法国是相通的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诗心王查理 他呢统治期是统治了十年的时间 在这十年的时间呢 他实际上待在英国本土的时候只有六个月 然后他本身呢也不会怎么说英语 他是在这两个地方穿梭 因为当时这一块也是他的领地 所以说呢 他从来没有把英国当成一个国家来对待 而是当成一个财产 就是as a possession not a nation 就是他是这样来对待英国的 后来呢 当他后续的这些统治者 他们丢掉了法国的大批的土地之后呢 直到这个阿德沃三世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和这个英国本土的这些公爵 或者贵族去搞好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只有这块土地 所以他必须好好经营这块土地 而且当时英格兰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现在这样完整的 他会有这个 威尔士啊 包括爱尔兰啊 这些地方 当时所以说 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他丢掉法国很多领土之后 他才开始慢慢的去 这个树立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意识 所以英格兰在那段时期的时候 他从文化上啊 包括这种自我认同 就统治阶级的自我认同上面 实际上都是比法国要低人一等 或者说他是一个类似附属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 嗯 这是当时英法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然后德国呢 就是指这一块 那个时候 因为德国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实际上是诞生了 出现的非常晚的 所以那个时候从政治上 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结构 相当于是神圣罗马帝国 就是包括奥地利亚这一块的 嗯 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部分的区域 因为神圣罗马帝国 他有很多个选帝侯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15世纪的时候 德国这边呢 其实他们刚刚去获得了 在政治上刚获得了选帝侯的资格 并不是一个特别独立的 这样的有自主意识的国家 但是呢 德国他这个时候的经济 实际上是非常的发达 因为早在11和12世纪的时候 就会兴起了一个汉萨同盟 大家应该也听过 那个时候的核心城是 吕贝克呀 包括科隆啊 包括汉堡啊 他们都是在德国的北部 所以当时德国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经济上 它是有这样一个北部城镇的 一个发达的一个区域 政治上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和松散 而且那个时候呢 条顿军团 他们其实也是在占领这块区域 条顿呢 跟这个普鲁士人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出现 一个完全的一个胜负的 一个政治上的强弱的结构 所以这是当时德国的情况 然后呢 荷兰比利时就这两个国家 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这次我们要着重来说的 一个伯根地的一个基本的区域 但其实它更多的是在比利时 这一块的地方 后面会详细来看 所以当我们穿越回15世纪的时候 我们面临的这块土地的大的情况 就是这个样子 那具体来细看 英法百年战争 英法百年战争 我刚刚有讲过 就它其实缘起呢 是这个法国的继承权 因为当时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吧 对在这里 就是查理这边 他过世之后呢 他只有一个遗孀 他的遗孀呢 就是怀孕了 那个时候 因为法国呢 他们讲究的是传男不传女 所以说呢 如果他的遗孀到时候 生的是一个男孩 那其实法国是有国王的 但如果生的是一个女孩之后呢 他实际上 就会丧失掉这个继承人 但是呢 查理二 这个是 爱德华二世 是英国的这个卖戏 这个是法国的卖戏 爱德华二世 他的老婆呢 伊莎贝拉 她是这个法王的妹妹 所以说呢 当他的这个遗孀 最后生出来的是一个女儿之后 就会发现没有继承人 那这时候呢 菲利普呢 他就会去主张 菲利普六世就主张 他是他的这个 孩子的叔父 就是有这个继承权 但是呢 这个英国的爱德华三世呢 他也主张 是 这个没有这张图 这是我另外的一个 画的一个查曼文档 就跟大家share一下 我回来可以发到群里边去 就是爱德华呢 他也主张他享有法国的继承权 所以说这个法国的百年战争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爆发的 元启式继承权 对一个是外甥 一个是他的堂兄 或者可以理解为孩子的叔父 这时候其实面临一个选择 因为当时呢 大家民族的概念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作为法国的这些贵族们 他们到底是认可爱德华三世的继承权呢 还是就认为菲利普六世是有继承权 其实就面临着一个王族 就是家族和一个民族之间的一个选择 那当时呢 这些贵族们的倾向是认同了菲利普六世的 也就是他们民族的这个概念呢 是稍战上风的 就是对我这里说的 王朝和家族的原则 这便是民族的原则 然后就开启了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呢 实际上陆陆续续打的是一百多年 但是他并不是一直在不停地打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两国的力量 其实是在一个很平衡 很微妙的一种状态 就是英国呢 他有没有 因为英国是主动出击的为多 他有没有过多的能力去侵占掉法国 把法王给打下去 但是呢 他又一直不甘心 所以就是有劲就打 没有劲就停 但停的时候 其实比打的时候 是更要更多的 同时大家也知道 在14世纪开始的话 就有黑死病 陆陆续续在侵袭欧洲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还穿插着一些黑死病 那在他们两个 这样斗争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时候呢 到了15世 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的时候 整个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发展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 相对来说的一个波谷的地段 那前面12世纪 我们之前在讲那些 哥特文化的时候 那个其实是一个 快速发展的高峰期 不论从人口 还是从经济 还是从社会的角度 这个时候就处于一个 波谷的状态 那在他们两个 胶着斗争的时候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 非常微妙的 伯根蒂公爵 他的角色 这个呢 是往往我们过去 就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以这种国别的概念来 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很容易忽视 它里边的这些地方势力 因为中国一直是 就是以国家这个角度 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 所以这个伯根蒂这块呢 是我过去会长期被忽略的 因为总是想着英国 法国这些大国 但实际上 他在这个斗争当中呢 是发挥了更加至关重要的 一个角色的 所以我们就 我就把它单拎了出来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个被低估的伯根蒂 伯根蒂这个王朝呢 他实际上是很 并不是一个很长寿的 一个王朝 他最早的第一位公爵呢 是这个 勇敢的菲利普 他呢 是这个查理武士的兄弟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王朝图 在这里 查理武士当时百年战争过程当中呢 他是一个相对来说 因为我刚才说是英国 调打法国居多 但是到查理武士呢 他是属于一个 比较就是雄起的一个 一个法国的法王 所以当时呢 他之后呢 其实是扭转了一些战局 来复兴了法国的 但是他过世之后 他的儿子查理六世 就是非常的窝囊 大家都一直觉得 他是历史都说 他是有精神病 但实际上他就很软弱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菲利普 就是勇敢的菲利普 在这个地方 这是伯根蒂公爵的脉络啊 这是法国的 这是英国的 菲利普的时候 他其实 我分享这个图 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吧 因为我不知道 是不是只有PPT 才可以看到 啊 sorry sorry 那他可能只识别我的PPT 那我就回到PPT来说吧 其实这个查理 菲利普呢 他是这个查理五世的兄弟 就是法王 一个特别强悍的法王 他的兄弟 相当于他是作为摄政来去 管他的儿子 就是查理六世 法王的正式的这个继承人的 当时他们有四兄弟吧 所以他们三个都是摄政 像这个安儒的公爵啊 还有其他地方这些公爵 一起来辅佐这个 颤弱的查理六世 然后当时这个菲利普呢 他是取了一个 伯根地的马格丽特 就取得了伯根地这边的 一个公爵的权利 他的这个政治首辅 就是在地容 然后呢 他还有 因为取得这个诺曼底 这一块的 所以他的领土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粉色的区域 这两块 还包括中间这些非地啊 其实都是他的这些领土 然后呢 对 取的是伯根地的马格丽特 所以获得了这块地 接下来他的儿子 叫这个无畏者约翰 对 第一个就是大胆菲利普 或者勇敢菲利普 然后他的第二 就是第二位皇帝王公爵 是在这里 叫这个无畏的约翰 然后第三位 是这个好人菲利普 就是菲利普 就是这个第三位 第四位就是 勇敢的查理 或者无畏者查理 他其实就这四位 这个先后的皇族 在这个时期呢 他们其实成为 当时的就是 艺术界的第一批 就从十四季晚期开始 就从菲利普这边 就成为当时十四季晚期之后 艺术史上的第一批赞助人 其实不止包括勇敢的菲利普 还有他的其他的安儒公爵 那些兄弟们 这个伯根地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特征 并存的一个特殊的集体 经济上呢 当时呢 贵族就在破产 资产阶级呢 其实已经开始在积攒 他们的财富 主要是这个 弗兰德这一块的 从政治上呢 实际上呢 当时他们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 他承诺 要组织十四军东征 但是没有去兑现 可是当时 所有希望去十四军东征的人呢 他们都会去争取 这个诺曼 伯根地公爵的一个支持 首先就是想取得 他们的支持 所以他们是一个 很强的政治力量 伯根地公爵呢 还创立的金羊毛骑士团 这个大家应该也听过 还有一些相应的勋章 实际上都到后来很 十八世纪一些法国宫廷文化 说还会出现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当时的很多这种 各国的外交使臣啊 然后这些其他国家的 年轻的王子啊 他们最觉得去 最fashion 要去social的地方 就是这个 伯根地的这片 他们的土地 所以那些人呢 他们就会经常出没 于伯根地的宫廷里面去 然后呢 就是大家赞赏这块土地 对他的赞赏是远远超过 对法王那边的赞赏的 所以当时呢 他实际上是整个欧洲 或者说 可以说整个欧洲 一个国际的政治中心 这个角色呢 是远远超过这个 英国和法国的 这样的一些概念的 正是因为他们有 非常强大的经济实力 有非常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资源 所以说呢 他们也有相应的基础 去彰显或者去传播 他们的文化 因为伯根地 他政权的本质上 是一个宫廷式的 还不是市民 那个时候还是宫廷制 只有到17世纪 就查理五世之后 菲利普二世的时候 这边弗兰德这边 才慢慢的去发展成 一个市民 或者说贵族共治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 那是后话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还是一个本质 是宫廷式的 这里边有很多 非常好玩的八卦 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 就是好人菲利普 他第三位继承者 他呢 当时对应的法王 是路易十一氏 所以说呢 他送给法王 路易十一的一些盘子 因为那边 那时候是一种 非常彰显权力的 一种方式 就是餐具 他送给路易十一的盘子上面 刻的是 他们家的嘉辉 然后路易十一呢 当时的纯正的法王 他是比较穷的 路易十一登基的时候 他的宴会的这种盘子 用的就是好人菲利普 给他的刻着 菲利普 刻着伯根地 加辉的这样的盘子 其实是很尴尬的 但是就是因为 他非常的有钱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 他们的着装 他们开始彰显黑色 所以就是黑色呢 就会成为时尚 那些从外地 过来镀金的贵族青年呢 往往是在伯根地 承担不了 非常高昂的生活费用 为什么 这个生活费用 就包括 他们要频繁的参加舞会 去这种社交场合 他需要制装费 然后参加宴会 还要送礼 所以很多青年呢 就是那些 其他国家的这些青年 就来这边 为了镀金 可能就会破产 其实就像我们 现在去鸡身 最名流 就像我们会去纽约 去这样的地方 参与这些奢华的东西 是一样的 他就会 会让他们经常苦不堪言 觉得父母给的生活费 是不够的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给大家读一段话 这个就是他 当时不是说 他有筹备十字军东征吗 为了筹备这个东征 他就准备了一场 制鸡宴 而且很搞笑的是 他这个制鸡宴呢 是设了观众席的 也就是你虽然参加不起 但是你可以来旁观 就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搞笑行为 就是因为他其实是要彰显 他过我们后面会讲 他是通过展示 这样的一种文化 来去取得他的影响力的 然后当时呢 有人就是这样来 记载这场制鸡宴的 菜肴是那么的 令人眼花缭乱 上菜都是用手推车 还有很多配菜 骑行怪状 难以描述 餐桌上居然设置了 一个微型礼拜堂 里面有个唱诗般 大肉馅饼 上面全都是长笛吹奏手 有个宝塔还传出风琴 和其他乐器的声音 狼柱边靠着一位 几乎全裸的雕塑女孩 从他右侧乳房里 喷出甜酒 首位她的是 盘坐在公爵阁下 前面圆桌上的一头雄狮 大厅高架舞台上 有一群默不作声的演员 表演着贾森的故事 公爵阁下的餐桌旁 有一匹双头大马 两个骑手背靠背 骑坐在马背上 每人手执一个喇叭 发出嘹亮的名号声 还有一个怪物 是骑着大象的人 而另一个隐藏双脚的人 跨在他的肩上 所以就是我们看起来 觉得有点像这种 人肉 不是 人乳焰的 这样的一些 非常奢华 然后非常奇葩的 一些宴会的形式 那就是因为 他们的这些 非常总是办 这样的一些宴会呢 就会成为后续的 一些大家 敬相校友的 这样的一些范本 他的第四位 就是大胆查理 他的第三次婚姻 迎娶的是 当时英国的 约克家族的 玛格丽特 举办了奢华的婚礼 还出了官方的报告 然后这些 其他地方的贵族 就会争相索要 这次官方报告的副本 后续 直到16世纪 英国的Henry巴士 和Catherine大婚的时候 他还是参考了 这个大胆查理的 第三次婚姻的 这样的一个婚宴的 有点很像 我们现在的世纪婚礼 比如说 大S跟汪小飞 他们举办的 这种世纪婚礼 当时就是取得了 所有各界人士的 一个瞩目 所以他们其实是 当时引领了 整个的经济 政治和时尚 艺术的一个先锋 但是呢 因为他们 存续期只有四位 到这个勇敢 约翰之后 勇敢的查理之后呢 他是一个工作狂 经常去打仗 就雄心勃勃 但是呢 他意外了被战死 所以说 他只留下一个女儿 就是Mary 这个Mary呢 当时大家都给他的称呼 叫什么 Mary the rich 所以就可以知道 他有多有钱 然后Mary呢 他就只剩下 这样一个女继承人嘛 他又不能承认 他又不能真成为继承人 所以说 就是这个女公爵 就会成为各方垂涎的 一个人 这个时候呢 查理去世的时候呢 Mary只有19岁 其实也找到了 这个谈婚论嫁的年龄 当时的法王 就是路易十一嘛 路易十一 就想把他的儿子 查理八世 许配给他 可是当 这个Mary他19岁 可是他的查理八世 只有6岁 所以就路易十一 他要把他6岁的孩子 希望许配给 这个Mary 就是为了获得 他的这块封地 但是呢 Mary当时 就是他权衡了之后呢 就是他如果不选择法王 他就要选择 当时的这个 名义上的皇帝 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所以他最终 还是选择这个 Maximilian 就是Maximilian一世 这个时候 他是20岁选中了他 那个时候呢 选中的时候 Maximilian一世呢 他是这个18岁 所以他们两个年龄 还是比较相近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张图 这是两个人 这个是Mary the Rich 这个就是Maximilian The First 当时呢 就是我给大家 推荐一部奥剧 就是奥地利的剧 就叫Maximilian 那部剧不是很长 它里边有一些片段 非常的有意思 就因为Maximilian 他要去伯根地去迎娶这个Mary嘛 他就只身带着他的仆从就前往 然后他们就举办大型的宴会 当时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要用手去抓那个盘子里的肉 所以所有伯根地的人 看到他去抓这个肉都在旁边笑 然后这个时候呢 Mary就悄悄地 就是用手暗示了一下桌子上那个叉子 就告诉他说 你是要用这个叉子来吃这个肉的 然后呢 当时呢 这个Maximilian就很尴尬嘛 然后他就尴尬地笑了一下 他说 其实在我们那个地方呢 也是用叉子的 不过我们是用叉子来除草的 所以就是婚礼上有很多这样搞笑的一些情况 就显得他特别的土 但是他呢 很聪明 就那个剧里边 他就站起来 在宴会上他就站起来说 他说 我过来呢 虽然说我很土 但是呢 我是来保护你们 不被法王抢走你们的领地的 说完之后 就缓解一下他的尴尬 但他实际上 他也是这样做到了 Maximilian 他一生都在去保护他妻子的这个领土 然后也去用外交和战争的各种手段 但是当时呢 其实伯格内的人是不太相信他们的 就是看不起他 就好像把他当成一个 就是彻底的这个生孩子的工具人 所以他们当时呢 他们两个夫妇生完 第一个孩子是儿子的时候呢 很多这个伯格内的百姓就不相信说他们生的是个儿子 所以他们为此呢 就举办了一个弥撒庆生日 就是一个公开的弥撒 当时很多伯格内的人就过去看 然后在这个庆生仪式上 这个Mary就抱起来他的儿子 就露出了那个儿子的小鸡鸡 当时大家说 他们说你们看 我生的是一个儿子 你们不要不相信 这是未来伯格内的继承人 对就是因为要用这种方式来去 就很没有地位 其实Maximilian在那个勃根地那边 但是传说历史记载上 他们两个婚后还是蛮幸福的 因为就是女的很漂亮 男的也很帅 然后生了一个一子一女 之后呢 这个Mary就意外的骑马死掉了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生下两个孩子 就是这个菲利普二世 就是帅气的菲利普 还有他这个女儿就是玛格丽特 生了这样的一儿一女之后 他就嫁赫西去了 这个时候呢法王我们刚才说 大家还记得 这个就是那个六岁的 那个想许配给他的人 就是没有婚配成骂 这个时候他们又发生了 一堆狗血的故事 因为他没有嫁给他 所以法王就一直在寄予伯格尼 他们不希望神罗去取得这块地 所以说这时候呢 Maximilian就跟这个法王就开始谈判 他怎么谈呢 他说你虽然老婆我娶到了 但是呢为了补偿 你这样吧 我将来我承诺 我把我的女儿 取配给查理巴士 所以说呢 Margaret他是在法国的宫廷里长大的 就是一直是按照查理巴士的 未婚妻的身份 来去就是培养他 然后在法国宫廷去受这个教育 但最后很搞笑的就是 查理呢没有娶这个玛格丽特 查理抢走了谁呢 Marie去世之后呢 Maximilian他又找了一个后妈 就给他们两个找个后妈 然后查理呢就把这个后妈抢走了 相当于就是抢走了自己 未婚妻的后妈 抢走了自己曾经情敌的第二任老婆 然后被抢走的那个后妈呢 嫁给查理巴士之后也很搞笑 就查理死了之后呢 这个后妈他又嫁给了查理的堂弟 也就是路易十二 然后呢他嫁给他弟弟之后呢 他还是希望自己跟他就路易十二生的女儿 再嫁给他原来的未婚夫的孙子 查理武士当老婆 但是没有岁 就是未岁 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是在 差着辈分这样的一些婚礼 所以就因为未岁之后 他就从此就很仇视法国 就Magrich就很仇视法国 因为他相当于就是你 你很没有面子嘛 你在宫廷里长大之后 就被你的未婚夫给抛弃了 就把你打回原来的地方了 但是呢这里边我们先说一下 帅气的菲利普 帅气的菲利普呢 他取的是这个疯女胡安娜 疯女胡安娜呢 他是西班牙那边王庭的 他的爸爸妈妈也很有意思 他的爸爸妈妈也都是贵族 都是那个有钱人 所以当时他父母 其实并没有在一起生活 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的封地上生活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 就各豢养了一支乐队 宫廷的乐队 都非常的有名 他呢只是他爸爸妈妈的小女儿 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本来他是没有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 但是他的哥哥和姐姐 都不幸的中间死掉了 他们的孩子也死掉了 所以说呢这个疯女胡安娜 就意外的取得了西班牙 这块土地的继承权 因此呢菲利普二是因为取了他 就也意外取得了西班牙 这个土地的继承权 所以说相当于 Maximilian呢 他通过他的儿子 就获得了西班牙 通过他的老婆 就获得了伯根地 所以就是因为 他这样的策略呢 他自己的婚姻 和他孩子的婚姻 才使这个神罗帝国的 取得了两块 当时在欧洲非常富庶的土地 那回来 他们俩生了一个孩子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神罗的皇帝 就是查理武士 然后呢相当于Margaret 就是查理武士的姑姑 所以Margaret呢 他婚约失败之后呢 他就到伯根地这个土地上 就是弗兰德那边一直待着 就是辅佐他的侄子 去统治这个弗兰德 他因此呢 也成为了弗兰德的那些商人 和他的这个神罗的这个皇帝之间的 一个中间的一个协商 跟沟通的一个桥梁 所以他一直辅佐着他的侄子呢 去成功地去平缓地 去取得这块土地的一个继承权 然后这块呢 这就是他们的后世 可是呢 虽然说他只有四代王朝 他们在艺术上的影响力 却延续到了整个16世纪 刚才我说的 就是Henry八世和查理武士 他们的这两个大的 16世纪大的皇帝 他们的艺术上的很多的 风格实际上都是从 这个勃根地这边继承来的 所以他即使他很短命 但是他的艺术上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然后勃根地这里边 又分两块嘛 是我们看到这个 一个是这块 一个这块 原来勃根地这块 最后就被法王就是给拿走了 然后神罗保留的就是这一块 就是弗兰德这一块 然后弗兰德斯呢 他实际上呢 在当时是非常附属的一块地方 完全是一个国际的商贸中心 除了意大利北部就是威尼斯这边以外 就是基本上是欧洲城市化 最完全的一个地方 15世纪呢 它的中心是在布鲁日 16世纪到了安特卫普 17世纪到了阿姆斯特丹 当然17世纪是我们后续在说的 这两个地方 还有根特都是周围的 当时很搞笑 就是因为神罗这个 Maximilian他很土嘛 他继承了这块之后呢 这些就是有一些 当地的一些政权的一些不稳定 还打了仗啊 然后包括贵族和商人对他的不认可 所以自从他取得这块地方呢 中心就从这个布鲁日呢 就转移到了安特卫普去 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读一段很有意思 就是当时呢 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来描述这块土地的复述 他是这样说的 布鲁日这个城市 是个非常富裕的大城市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 据说有两个城市竞争商业霸权地位 西欧弗兰德斯的布鲁日 和东方的威尼斯 但是以我所见呢 而且很多人与我不谋而合 布鲁日的商业规模要远远超过威尼斯 原因如下 除了布鲁日 所有西方从事没有什么大的贸易中心 虽然英国做一些贸易 而且为世界所有国家修缠船只 据说有时候从布鲁日港口出的 出港的船只呢 数量每天能超过700艘 而威尼斯则恰恰相反 且不论是否一直富裕 唯一参与贸易的不过是当地居民而已 布鲁日的居民呢 非常吃苦耐劳 勤奋刻苦 大概是由于当地土壤贫瘠 玉米什么的很少生长 而且不出产葡萄酒 也没有足够的饮用水 更没有什么水果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全世界的产品都来到这里 所以他们应有尽有 他们用他们的双手换取一切 从这个地方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商品 有羊毛布料 各种布料 明目繁多的地毯 生活必需品 布鲁日这里货物充足 毫无疑问奢侈女神在这里大行其道 但这里不是穷人的天堂 他们很难在此立足谋生 只要有金钱并且愿意消费 就会在这个城镇里找到全世界生产的任何商品 我在这里见过卡斯迪尔生产的橘子和柠檬 新鲜的好像刚刚从果树上摘下来的一样 还有希腊的水果和葡萄酒 还有里范特的山毛山羊皮 好像你就在里范特似的 黑海的皮毛也就好像出产自本地区 这里有意大利出产的织布丝绸和盔甲 以及所有来自意大利的一切 的确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发现 而且质量上乘 所以就当时的弗兰德斯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 OK我们回顾完前面的一个政治和经济情况的话 我们来看看相应的 他们对艺术上面的一个发展 谈到15世纪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出现两个概念很有名的 就是一个是文艺复兴 一个是稍后晚一点的 这个艺术那个宗教改革 前面好像讲的有点多 知道是八卦比较多 其实在这个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的时候 都离不开一个东西 就是代表着传统势力的天主教堂 但是呢我们仔细会发现 蛮好玩的就是文艺复兴呢 他跟天主教堂 实际上是一个和平共处的关系 也就是他通过艺术呢 去进一步的彰显和强化天主教堂的那种统治 或者那种精神 他们两个是这样一个关系 再来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这个之间呢 却是一个觉醒的关系 就是虽然我跟就是天主教 跟后面的宗教改革 大家知道打得非常热烈 打了很久的时间 在欧洲卷起了很多的战争 把这个宗教跟政治都融合在了一起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俩共处 他们俩激烈的斗争 他们俩之间呢 却是一个触发他觉醒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15世纪欧洲的一个微妙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还有一种很有名的 或者说很传统的声音呢 就是说文艺复兴是属于意大利的 我其实一直以来很长时间 也是秉承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去追溯一下这个理念 就回到了艺术史的研究 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的研究 会发现其实从当时 就是比较靠近当时15到17世纪的 一些艺术史的研究学者吧 比如叫这个瓦萨利 还有包括18世纪19世纪啊 20世纪那些这个布卡特 他是瑞士吧 应该是瑞士的 还有包括荷兰的这个赫金哈 他们呢 其实都是一个褒奖意大利 去贬低弗兰德斯的 或者贬低北方的人 因为呢 弗兰德斯就是北方的这个文艺复兴呢 他其实是深深的扎根于哥特 因为哥特就是在法国这边发展起来的嘛 所以他是扎根于这个 所以这些人呢就会认为他们跟哥特 这种旧有的东西一直是在一起的 他并没有出现一个这样新的一个复兴 可是呢 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的时候 法国包括德国 大家我们在现代性讨论的时候会 其实讨论过柏林 以赛亚柏林 他写了很多的文章呢 就会讲这个18世纪和十有世纪 这些浪漫主义的人 大家会发现 他们就是讲究的是一个地方主义 一个民族主义 那时候民族意识是觉醒的 那他我这个德国人法国人我要讲我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 我就要追溯我的文化 所以他们是这样追溯到中世纪 然后又发现了15世纪北方这样的一个文艺复兴 所以说实际上有两派这样的一个 像这种锯齿一样 它是一个交错在一起的这种观点的发展的 现在呢 我觉得大家会越来越重视15世纪北方各国的一个文艺复兴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今天讲艺术呢 我就是我抓紧一点点讲 就是几个大的tips吧 第一个就是北方呢 它依然是一个皇家主导的歌特的天下 所以总体风格呢 是国际歌特式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定调 然后艺术上 建筑上呢 它是一个 我用的一个词叫做建筑的雕塑化 也就是建筑将功能让位给形式 我们稍后会具体来看 绘画上呢 我是这样来总结或者理解的 绘画在类型与风格上的过度 与人的思想行为方式的变化是相互促进的 我会选取的三个类型 就是一个祭坛化 一个潜信化 潜信化这是我自己给它起的名字 我们后面一看那个绘画类型 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有肖像化 选这三类来作为绘画的一个切入点 那接下来呢 我总结了一类 是我们现在很容易被当代来忽视掉的 就是用于财富展示的艺术品 这个容易被忽视掉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东西呢 跟我们当代人的审美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当代人会讲究极简 对吧 讲究这样的一些风格 所以当时那种特别富丽堂皇呢 它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审美不一样 我们就会认为就是土豪金的那种 土的掉牙的东西 但其实我们这种极简的审美 它往前追溯 马克斯韦伯 它就会追溯到18世纪 就那些清教徒的这些艺术的审美的一个延续 但在当时15世纪的时候 这些东西像餐具盔甲剑 然后包括它的挂毯 还有它的那些祈祷书 手抄本 这些东西其实当时它是非常的重视的 所以我把它就列为的 归为了一种用于财富展示的艺术品 然后最后呢 我还在讲两个很有趣的 就是找到了一个东西 一个是艺术家经营方式 艺术家意识主体的悄然变化 我认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远远影响到 16世纪17世纪的那些 我们看到的辉煌灿烂的 这些北方文化 最后一个也不容易忽视的 就是新的技术将富于绘画 以新的社会影响力 它跟后续的宗教改革的关系 更为密切 所以这就是今天艺术部分 我们分享的几个tips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建筑 建筑呢 我是在那个 胜利的基督那一堂的时候 当时讲了有点 就想做一个导游图 所以就把后面的这个 哥特晚期的风格 其实一到15 16世纪 我就都给讲了 所以这边我就不再具体的说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顾去看一下 那个胜利的基督那一节里边 有后半部分有讲这一块 大概说一下 就是在法国呢 它这个哥特是在建筑领域 是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 然后晚期的这个风格 就是火焰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早期分享的 沙特尔教堂的 它的一个玫瑰窗的一个样式 这是到15世纪之后 它玫瑰窗的样式 可以看出来 就不再是那种 很简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结构上就非常的跳跃 重叠 然后非常的繁复 更有戏剧性 更drama一些 这是法国那边 就大陆上 它是一个火焰式 然后这个呢 也是我找了两张图 可以看到 这是哥特的一个顶 它跟我们当时 讲哥特的时候呢 它已经发生了 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建筑的雕塑化 它的结构 就是会让位于它的 它的功能 会让位于它的结构 而结构就让位于装饰 你根本分不清 这到底是一个建筑 还是一个装饰 哥特式的风格 发展到这个地步 可以说就是 用尽了哥特 所有最后的力气 就是已经不知道 该如何去 进一步的发展了 OK 然后这个是垂直式 就是英国 这是我们分享 那个 建桥的那个 小礼拜堂 对 这个也是 因为英国的发展 早期是在 12世纪末期和13世纪 然后呢 发展到15世纪和 16世纪早期 就我们这个研究时期呢 它就是变成了 这种垂直式 这个就大家具体去看 我就不再讲了 那是建筑的部分 咸阳君的字幕很给力 在那一期有 然后我们来看绘画 绘画的话 其实在上一期 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马萨桥 就是15世纪初 意大利那边的一个特点 一个早逝的一个天才啊 它之后呢 大家就发展成了两块嘛 一个是这个 安吉利科 就是他的一个风格 一个是这个 格索利的风格 它其实是在这个 马萨桥基础上 两种不同类型的 绘画的方向的风格 那跟马萨桥 同期的基本上 是杨芳艾克 也是上上期分享过的 它是15世纪初 北方的一个特点 就这个是自然嘛 真实 这个是透视法 OK 如果说15世纪初 意大利它发展成 这样的风格 那我们就要问 15世纪初 杨芳艾克 建立的这种自然的风格 它下一步呢 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也是我们这一期 要来看的绘画的变化 绘画呢 会讲三个部分 一个是这个 就是Otopace 就是祭坛化 还有一个部分 会是我起的 那个前进化 还有一个是 个人肖像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祭坛三联化 讲祭坛三联化之前呢 我们想先一起 回顾一下 祭坛的作用 其实呢 就是祭坛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版画 都是重新的组装 重新的放在 这个博物馆 去进行展出 它的环境呢 已经于当时的环境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即使个别 它依然保留在教堂里 因为它没有那套 视听的沉浸式的体验 它跟过去看的 也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尽量用一张图片 来还原一下 当时我们走进教堂 之后看到的一个场景 中间我们记得 我们有讲过 那个长长的中廊 然后它就是会在这个 偏这个半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祭坛的部分 它会画这样一个画 后边就会有 很多个小礼拜堂 就不同的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往往是 那个十字交叉 长短臂的 那个附近的地方 然后这个祭坛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作用呢 当时呢 是一个让圣徒 去参与弥撒 就是去分享 圣体圣事的 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发生地 也就是说 我们吃的这个面包 和葡萄酒 就是耶稣的这个 肉体和他的血液 所以就是发生 这样一个弥撒呢 就是要面对 祭坛这样一个东西 那最早的祭坛呢 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装饰 加上一个蜡烛 和一块布 这个布就是代表了 基督的这个果实布 后来呢 随着这个艺术的发展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 祭坛的整个的 一个大装饰品 这个装饰品呢 有时候会 包括雕塑 像这张我们图里面 看到的 包括这边的木板画 还有时候会放一张 挂坛 这个我们后面 都会有看到 所以就是 它呢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 很繁复的一个 艺术的形态 然后它的存放方式 我们现在去 去教堂 你绝对看到 就是这样大敞开 很漂亮的 但当时呢 其实它很少被敞开的 大多数是被和尚 我们后面也会讲 然后发生 这个弥撒的时候呢 它就有在这个 圣体圣事 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会被有 特定权利的人 比如主教啊 这些去打开 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是一个过程 你会通过打开呢 它是你去参与 去沉浸式的 去冥想啊 去体验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 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尽量会去 想象一下 这个Alterpiece 它的一个场景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东西 这是这个 洛赫特 它呢 是当时 其实它是在科隆 就是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一个特别点 就也能算是北方 但它不是这个 弗兰德斯的这里边 但离得很近 相当于是在这个 汉萨同盟里边的 一个重要城市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这个 它是一个 其实它的特点 就能 我觉得可以叫成 北方的 安杰丽克修士吧 这是安杰丽克修士的风格 我们看一看 它为什么叫 北方的安杰丽克修士 这是它画的一幅画 然后这张右边 这个是我们 以前也分享过的 很有名的 威灵顿的双连画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个画呢 它跟这个画 其实非常的像 包括绘画风格 包括它的背景 包括它人物的处理等等 但是它也有 进步的地方 就体现在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对圣母前边 这片空间 这片地方的描绘 包括后边这些空间 实际上都会比 这个右边 这幅贵灵顿双连画 你看它下面这些空间 就是更有真实的空间感 所以说其实呢 这个 罗和他 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有了这个 就是这种北方的 他们包括吸收到南方的 透视这样一些 空间处理的一些能力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呢 又非常的节制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后边呢 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花篮在 但是呢 他会让这个东西呢 他要让两个小天使 去拿着这块 好像一个 就是一个幕布一样的方式 去处理这个东西 那他这个幕布的方式的目的是 为了把最后 依然交给大面积的金色 所以说呢 他实际上好像看似 掌握了这个技术 但是他会用一些手段 又去保留了当时的传统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就因为其实德国呢 当时的主顾 他们呢 还是更喜欢这种 就是玫瑰呀 玫瑰花丛啊 然后这些 就比较金色的 比较中世纪 更早期一点的 这种风格 来表现这种处女的纯洁啊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个玫瑰呢 他在画的时候呢 他就是更去考虑的 主顾的一个意愿 在新的一些技术的情况下 又去保留了原来的那些 我们认为更真谛 更思想层面 和更喜好层面的一些东西 那这幅画呢 是为了当时一个城市的 这个议会的 这样的一个小 小礼拜堂 小川普来设计的一个东西 但是因为 我们知道 就是15世纪的时候呢 北方的这些 就是弗兰德斯的 这些区域的人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 画画是不署名的 杨凡艾克属于一个 比较特例一点的吧 在德国 科隆这些地方 他更不署名 所以说呢 很多这个 是不是这个 罗可纳他的一个作品呢 大家就会通过 其他的一种方式 去放到他身上 所以我们就是能看出 这样的一个进步 和他其中保守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他那个双联画 我们不是说能打开吗 这是合起来 那个背板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他实际上的场景 已经由原来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那种 哥特的这种建筑风格的 一个个那样的背景 现在就换成了一些 明显的是一个室内的 一个场景 但是呢 他又很巧妙的是 他把窗帘又换成了金色 就跟我们刚才上一幅 讲的这个木布一样 他总是有一些技术手段呢 去把它处理成 平面的金色 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大家可以先记得 这幅画 跟后面我们会有一个 很鲜明的对比 那接下来来看 第二个很有名的人 就是Roger 也有地方叫他 就是维登 就是会 都是指的他 然后Roger这个人呢 他画了这幅画 一个祭坛画 其实Roger 他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第二代的 因为他的老师是康彬 康彬呢 跟杨凡艾克 其实比杨凡艾克还要大 所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二代的 这样的一个画家了 所以他从技巧上 其实应该更像 真实话去走 但是呢 这个Roger 他在这幅画里边的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选用那些 我们就是 更现实的一些背景 他还是选用了 一个金色的背景 而且更加强调的就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在一个这么小的框框里边 装下了十个人物形象 就非常的拥挤 然后呢 这些人物形象呢 我们又看起来 就他非常的Drama 就是你能感受到 那种很强烈的 这种戏剧的一个张力在 同时呢 这些人物形象 我们单看 比如说看这个圣母 还有看这个 他都非常的有雕塑感 然后他整体的这个布局 要在这么小的框框里 几十个人 所以他整体的布局呢 也是非常的 就是说很有这样的一些 设计感在呢 同时呢 我们再 看一下 他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两个细节 不好意思 我一个朋友问 怎么进来 我把会议地址发来一下 大家可以看右边的那个细节 那个细节呢 上面有一个弓箭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箭头标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其实当时是给一个弓箭行会 去准备的这幅画 就是他就会用很神奇的方式 把它放在了这个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地方 就是表示这个行会的一些标志 一般不仔细看 可能就不会注意到 OK我们再接着来讲 就刚才提到 他这个戏剧张力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种姿势 他实际上是一般 就如果不是在舞台上 是很难 真人会有这样的一种 爆发的一种形式 一种情感激烈 表达的一种方式来呈现的 然后包括这边 你看到他脸上 真的是充满了悲伤 好像我们看到之后 就很想去安慰一下他 所以就是Roger 他是被誉为一个弗兰德斯 情感大师 我觉得也是有他的一些原因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幅 更细节的图 就是这里边 这个女士 她眼角的这些泪滴 你就会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真实 而且是以往的话 他这些细节 其实就是能看出来 就是杨凡艾克 他开发的 开创这一套 通过细节去表达 真实的人物 而不是那些中世纪 那些模板化人物的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表现 OK 那再看比他 比那个Roger要晚一点的人 就是这个 Patrice Patrice的话 他同样画的这幅画 跟刚才是一样的主题 我们就能明显进行一个对比 首先来看这个圣母 大家看他的圣母 其实基本上 我们就会发现 跟Roger的圣母 长的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颜色处理上 细节处理上的雕塑感 没有那么强 然后再来看这个摩达拉 他就不是 他就是 他是这样的 就刚才那个 特别夸张的戏剧的形式 他就放 他换了个位置 因为原来在这边 他就跑到这边 但整体上 大家会发现 这个人物 就不会像刚才 这么夸张的 挤在这样的一个 很拥挤 很戏剧化的一个 舞台空间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他后面的这个背景 就已经还原到 当时更 大家普遍所采用的 这种背景里边 所以说 但是这到底 是不是一种进步 我觉得还不能 马上说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当我们一会儿 看一下Roger他画那些 个人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他其实是完全能够 handle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他觉得从理念上 因为他认为 祭坛画是处于那样一个 圣体圣事 Misa的一个中心 所以说他应该去表达那种 更纯粹 让人更加关注的东西 而不是用这些 不是那么强烈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不是 技巧没有达到 不是潮流没有捕捉到 而是他的一些观念 会让他做出 那样的一副作品 OK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选的是一样的主题 然后刚才就是这个 Camping就是那个 Roger他的老师 所以这是他的学生 然后这是他更晚一点的 这个Partries 他们画同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可以看到 Camping的时候 他用到的还都是这些 这些卷袋 是当时这个特别有特色 那边都有字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寓意和象征性的东西 然后这个里边 到这个Roger的时候呢 大家看他把这个棚子 用成了这样一个木棚 用了大理石的 这样的一些柱子 而他画了很多这种 就是前面的这些洞洞 这个洞洞 其实都是有出处的 这个大理石柱子呢 它是出自冥想集 然后这个洞洞呢 它是出自 韦福音的一个 伯利恒洞穴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寓意在 然后到了这个 Partries呢 他其实是北方 第一个真正使用 透视法的人 所以他对后边 这个背景的东西的 一个描绘 那个焦点 那个唯一的焦点的寻找 就远远会胜过前面两位 所以说同样一个主题 这个年代非常相近的三个人呢 他会去 在这里边 会有很多他个人的一些 这种很难捕捉到的东西在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OK 我们接着再看下一个人 Mamling Mamling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讲到他的话 就要讲到 布鲁日的一个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用荷兰语呢 叫做圣让斯修道院 然后用英语就是那个 圣约翰修道院 其实他讲的都是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那个大众点评上 是可以找到的 大家如果要去布鲁日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一看 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地方 现在呢 他已经改成了这个 Mamling的一个纪念馆 或者博物馆了 就是为什么改成这个地方 因为Mamling跟这个医院呢 它是有非常深的渊源 这个圣约翰医院呢 最早是12世纪建成的 是欧洲最古老的一个医疗机构 也是当时布鲁日最大的一个医院 因为中世纪的医院 大家知道很多是 由修道会来开创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 那个修道院的所在地 据说最后一批修女呢 直到05年才搬离这个地方 然后改成博物馆的展区 就是在北边的老药房 和南边的救医院的病房 两个部分组成 Mamling呢 它是这所修道院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病人 他在1477年呢 在南西战役副伤以后 在这里边住了好长时间 到1494年也是在这个医院里边 故去的 所以说就把它改成了 它的博物馆 这个地方呢 就是收藏了 目前有六件 这个Mamling的作品 其中四件都是 它受这个医院委托所创造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幅画呢 就是在这个 19世纪的时候 画的这个医院 右边这两个 是这个医院目前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出来 看这个小窗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右边这一排 药房跟这个地方是对应 这个是左边这排药房 和这些小 这个小神刊的位置 还有包括这些罗马柱子 它们其实都是 基本上跟 两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 是没有什么发生大的变化的 然后讲它的六个作品里边呢 大家如果现场去看 我觉得最震撼的应该是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 它是为了纪念这个 Earthly这个圣 就是后续被丰盛的一个女性呢 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圣物箱 这个圣物箱其实非常丰富 它有前后面 还有上面 还有侧面 我们这边就看一下 它侧面这六幅画 就是讲了这个圣人呢 他的一生的这个生平去游历 最后又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我更想详细来讲的是这幅画 这幅画呢 它是献给这个福音书作者的约翰 和施礼者 施洗者约翰的两位圣徒的 都叫约翰 然后这个福音书的约翰 就是右边这个人 施洗者约翰呢 就是左边这个人 那左边这个人呢 他是画了施洗者约翰 被自己的迷媚沙勒美 就是被人斩首之后 把他头颅送给沙勒美 这样的一幅场景的 然后右边就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呢 他在脑补启示录画面 在这个地方这个场景的 然后中间画的是圣母子和圣徒 圣母就是怀抱耶稣 坐在中间的这个宝座上 站在他身旁的 就是两位约翰 他的这个主宝 这个医院的主宝圣人 然后前面这两个女子呢 就是Catherine和巴巴拉 他们两个都是因为 坚信耶稣是自己老公 遭到异教徒杀害的一个脑残粉 然后我们想注意 让大家看了 就是圣母后面这个挂毯 这个挂毯 就是当时我们一直说的 那个奢华东西的一个展示 它其实已经出现在了 当时的这个木板的壁画里边 然后这个画毯呢 就是画的非常的生机勃勃 后来在这个Mamelling的 很作品里也会再现 所以大家干脆就把它叫做 这个美母林坦 这是这个比较有名的画 然后这个场景 就是当时就是现在这个 呈现这幅画的一个场景 这侧面两个板呢 这边是他的 就男修道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右边的是这个女的 他们后边站的 就是他们的主宝圣人 然后上面这个装饰 大家可以看是常见的 哥特式的这样的一个 打开这个板 合上这个板子之后的 他们的常见的装饰 这幅画也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当时呢 这个Mamelling呢 他是能够把人物完整的 绘在一个复杂的背景当中 就他有这个很强的能力 也是北方的一个重大的特色 所以他呢就声名远播 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基督教世界里面 最杰出的画家 然后他的主顾当中 20%是生活在布鲁日以外的外 就生活在布鲁日的外国人的 因为Mamelling呢 他是这个Roger的一个学生 然后呢 因为这些外国人都仰慕 这个勃根地的繁华 和这个实际的业务需要 就来到了这里 包括一些意大利人啊 西班牙人啊 德国人啊 所以他的这些作品 也随着这些人呢 就是传播到了威尼斯啊 佛罗伦萨啊 等等这些地方 给文艺复兴早期 主要是意大利的那些画家呢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然后这幅画的一个委托人 啊 ジョア丹尼 他就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当时英国的皇帝 爱德华四世的一个官员 所以这幅画的 就是他们一家人 都出现在这个里面 这是男主人 这是女主人 这是他们的孩子 所以当时呢 他们画的这些祭坛画呢 就会有这些 这个赞助人呢 把自己画到的主的 这个中央的这个祭坪里面 因为一般他们会在两边 或者和上板的地方 就像上一幅画一样 那他这个就画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外国人 来自英国的外国人 他一定是到了 布鲁治这个地方 然后才能请曼姆林 来画的这样的一幅画 接下来我们就是看这个 他呢是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跟曼姆林 并列的属于后期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画 然后呢 他呢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我们刚才谈到的 启发意大利人 在这方面的话 其实这个 优狗他比那个 曼姆林呢 要更去 要更厉害一些 他当时是在这个 根特来崛起的 也就是把 弗兰德斯的这个 祭坛画的艺术呢 认为更向前去 推到了万中瞩目的 这样的一个 时代的前沿 但他和曼姆林不同 Hugo呢 他不是从 就是弗兰德斯三剑客 那个传统里边 走下的这样的一个 正规军 所以没有任何记录 去显示他和某位大师 去学习绘画的经历 看上去他更像一个 野鹿子出身的人 所以说他一生的作品 实际上是非常的多变的 然后呢 也非常鲜明的 个人的特色 就是靠这种个人特色呢 他是一点点去 获得了自己的这个阵营 27岁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那个 就是那个行会 然后33岁就成为了 定 就是那个行会的院长 由于当时的根特呢 他其实是和 布鲁日齐名的 一个纺织业的重镇 政治地位还是蛮高的 所以说呢 Hugo就开始在这个地方 他就为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 伯根地公爵 大胆查理去作画 刚才那个 西洋军也说了 前面的这些花名 是这些花 它其实都是有 很大的象征意义的 有的是像百合啊 这些就象征的 受难于这个悲伤 然后鸢尾花就象征了 圣母的纯洁 然后包括这个麦子 和这个花瓶里的葡萄藤 实际上也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代表了圣餐 因为葡萄藤 就是酿出葡萄酒 麦子就是做出的面包 张老师说的 不好意思 看错了 这幅祭坛画呢 它叫这个 其实是Potinari 它是给这个 Potinari这个人去画的 然后Potinari呢 它是这个美蒂奇银行 在布鲁日分支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说Hugo呢 是接受了这个Potinari的委托 去完成了这幅最著名的 Potinari祭坛画的 这里边插播一点 就是这个美蒂奇银行的 布鲁日分行的行长 这个角色 我们现在银行的行长 好像干的事情也蛮杂的 但当时更杂 它其实更像那种 浙江商会 这个山西商会 湖北商会 这种会长的角色 我记得看那个电视剧里边 就说美蒂奇家族呢 就是有一个他们其他城市的人 在他们的城市里发现了明凡 然后呢 他就 因为明凡是当时做染料的 一个重要的原料 就是能 是被教会垄断的 然后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开发 他就专程到了佛罗伦萨 去找到了美蒂奇 找到洛伦佐 说我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能不能去 就是帮助我辅助一下 去开发 然后美蒂奇呢 就是利用跟教会啊 跟各个这个政治的这些关系呢 就去开发 参与了这个明凡的开发 然后呢 包括去跟教皇协商这个定价 其实就是寡头垄断 但他能做这个事情 而他从中会牟利 所以说他们那种分行的行长 并不是只是 就我们现在行长 就是只做信贷啊 或者说挖掘大客户啊 或者是四行业务 他实际上做了好多 就是刚才那种会馆 和这个商会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 所以这个分行的负责人 Potinari呢 他应该还是蛮有名的 就画了这幅画 也成了Hugo 后来他最大的一个 自己的这个 最富盛名的作品 所以那些人 他们就会经常像买办一样 负责买一些挂毯 奢侈品 画呀等等 他们就要会到 每两个月 这样的集市里面 去采购这些奢侈的东西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来讲 然后这边还很有意思 就是美帝奇银行 他其实上在政治上呢 是支持法国国王的 但是这个伯根蒂 我们刚才讲了 伯根蒂公爵呢 他在这个英法战争当中 他是很微妙的角色 他经常暗中去 帮助英国 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最后一个 一任皇 一任这个公爵 他其实是娶了英国的 约克家族的一个 一个这个女性结婚的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时候 跟英国的关系是更近 但是法王又拿他没有奈何 所以说就是 美帝奇呢 他政治上呢 是支持法王 但是他又允许 他的分行的行长 去给这个好人 菲利普和大胆查理 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甚至当他们私人 和这个自己宫廷的 这些顾问和财务总管 所以当时的这个政治和经济 还有这些 所有的这些艺术东西 它其实是一种 很微妙的平衡 很复杂的关系的存在的 这幅画中央画的 就是耶稣的诞生 来自耶稣 故乡的这个 伯利恒的三个牧人 来朝拜圣英耶稣的一个场景 然后这三个牧人 就是被非常形象 刻画成这种农民的 一个面孔和举止 脸上带着这个 惊讶和很虔诚 很就是这样的一些神情 然后前面对这些花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然后地板上两侧柜的这些人 这个是男主 这个是女主 这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这时候已经有 生了好多个孩子 后面是他们的主宝圣人 背景 就是我们刚才说 让Hugo非常 就是北方的这些 弗兰德的画家 都很有名的这些复杂背景 和前面人物的 这样一个协调的 一个关系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特长 天上还有这些小天使 还有这些 我们看这两个人 大家记住这个赞助人 对 这幅画呢 在1483年画好之后 雨果的这幅作品呢 就是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回到了 委托人的故乡 佛罗伦萨 并且被安放在 他们家族的 礼拜堂里边 所以这种 尼德兰人物的 这种自然主义 和细节的这种风景呢 是非常吸引 意大利人的胃口的 所以他们就会 蜂拥而去来参观啊 来去学习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在 他的画在意大利 风鸣远行的时候 他就在修道院里 痛苦的就离开了人世 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天才式的 这样的一个画家吧 就是非常执着 又非常有这种才华 然后又耗尽了 自己一生的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委托人 对就是 Potinari 他是他的老婆 他们在这个形象里 是这样的形象 我们再接着看 我们看到后边的 前性画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个对比 可以先记着 祭坛画 我们最后再讲一个 隆重介绍 登场的一个 一幅画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人看这幅画 会知道这幅画是什么 可以说画的名字 也可以说他的 画家的名字 都可以 对的 我看有人说是 人间乐园 这幅画就是 我不舍得把它缩小 所以他就把他的 作家的名字 都给盖掉了 我们后续可以看 这幅画呢 其实 它是博斯的话 如果我们讲博斯 基本上讲三个小时 可能都讲不完 因为博斯的话呢 他的 信息密度非常大 而且他每一个 信息密度呢 都可以去讲 非常多 很多细节 有很多隐身 就只是这个 人间乐园 我觉得可能都可以 大家一起 津津乐道的 去欣赏一个小时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很尴尬 很矛盾 就是我不能去详细地展开它 但是贡布里希 在艺术的故事 好像在这章又没有讲它 我又不得不讲它 所以我就把它拎出来 那我就是从几个方面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博斯的生平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一幅 祭坛画 标准的三连的一个祭坛画 但他跟我们前面 看到的祭坛画 其实差别非常大 哦 sorry 放到16张是吧 那我就简单 讲一下好了 差别很大 所以呢 博斯呢 他就为什么会画这个东西 因为他其实呢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祖传的这个画家 他的祖父 他的爸爸都是画画的 然后从他的名字来看 因为很多 他们那个时候的人 叫的名都是来自哪 哪哪哪的 谁谁谁 所以能看出来 他是来自德国的一个姓氏 嗯 OK 随意讲 好的 他是来自德国的一个姓氏 他们家是祖传的画家 他们的画就卖得非常好 其实是不愁销路的 关键是 他娶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婆 他老婆是当地的这个 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所以关于博斯的很多记录呢 都是他卖他老婆名下房产的 所以他的一生 其实根本不需要画画赚钱 他很有钱 然后有钱就很任性 他画的很多画是不靠主顾的意愿的 就是我自己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 但是呢 很让人气人的是 他的画又非常的有名 博斯的话在当时 我们看起来很诡异啊 甚至很异教徒 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会 受到天主教打压的 但其实并不是 他的画当时都是很有钱的人才会买 他还加入了一个兄弟会 那个兄弟会也很厉害 所以说就是他们会搞一些 特别好玩的东西 比如像这种练金术 就是牛顿很喜欢搞那些东西 我后续还会再讲 就是也不差钱 然后那些能欣赏他画的人 也都是一些贵族 很有名的人才能欣赏 包括他后续的一些藏画的收藏家 所以这种能看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跟我们 可能会让我们引起很多联想 但是又不确定这些联想 很对的这样的一个人 先看一下左瓶吧 左瓶其实就画天堂 这是这个上帝 拉着亚当和夏娃 上帝用左手抓住的夏娃 他们有人认为 这象征着婚姻的一种东西 然后呢 这个后边会有一个很 很奇幻的喷泉 然后还有很多 像这个你看 这个独角 独角兽什么 就是一些不存在的 这些动物的形象 包括前面这些动物 但整个这幅画 看起来是很安宁祥和的 可是也有人说 你看我们能看到一些捕捉 动物之间的残杀 实际上上帝是希望 他们都吃素的 好像跟佛教很像啊 但是这边动物的这些捕杀 就隐隐的又 在这幅很美妙的画当中 又隐藏的一些不安 中间就是城市乐园 也就是人间乐园 这个里边看 这个喷泉 其实有很多 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变体 在这个里边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圆形的 看这个洞 这个洞 包括这个下边 这个洞 都是有一些连贯性的东西在 然后我们看整体这幅画呢 好像看起来又会觉得 比较 就是比较纵欲 包括哪方面 就是他们很多 你看这些人 从一伸手就能摘 这个树上的果子 包括有很多这种大的草莓 它其实象征着 丰饶的物产和多产 所以说就是这些好像 这些 我们的这些食欲啊 包括大家这些 这种性欲 都是非常容易满足的 然后人在这个里边 就活得非常的欢愉 非常的就是放纵 这样的一个大的场景在 然后呢 接着就看右边 就来到了地狱 地狱的话 就是首先颜色上 就截然不同 然后他的这些 看有很多暴力的这些东西 包括这些绑着人的 这些东西在 所以就是他后边 利用了一些暗光 来表明地狱 但前面又用这样的一些形象 给了一些明亮的 让你去看到这些 具体的里面的 这些很残暴的 或者很黑暗的这些内容 所以整体上 这幅画呢 就是他有很多细节 我们可以去讲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讲这么多 大家后续呢 如果要看 博斯的这个一系列 他画了很多这种祭坛画 如果要想读懂 他祭坛画 我这里面给了几个keywords 就是一些博斯的元素 我觉得可以供大家去 顺着这些东西去 进一步的去看 你会捕捉到自己 更多的一些细节 但这个地方 我就不再详细地讲 就第一个点 第一个keywords就是细节 我们刚才讲到 那个圆的洞 包括那些喷泉 他其实博斯的这些细节呢 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是重复的 靠这种重复 来获得一种 统一解读的可能性 因为他本来画 那个画 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密密麻麻 密集恐惧症 然后你很难 有一个统一性的 不像我们以前 看那些祭坛画 所以他正是靠 这些细节的 不同语境当中的 重复和变体 让观者去获得一种 统一解读的可能性 所以第一个keywords 就是细节 第二个就是杂柔 杂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把你看了 很多很熟悉的东西 但是又 现实中不可能 在一起的东西 他就是把它 组装到了一起 所以让你感到 既熟悉 又有一种隐隐的 不安在 然后第三种 就是他的这种奇幻 和幻想 就是博斯的很多东西 它实际上是有 很多的叙事性 和象征性的解读的 我就随便说 两个庶人 树人就是这个里边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树人呢 他是这个 他有人的头 他又有鸟 这样的一个身体 他又有树的这些腿 他是这三者的 一个杂柔 但是你看到 这个形象的时候 你会有很强的 不安感 你会感到 他其实 因为他正是因为 这种杂柔的东西 他让你感到 好像他是一种 变形的过程 不是一个终点的结果 因为你不熟悉他 这种变形 是一个缓慢而残忍的 这个过程 然后你看到 这个人好像在下沉 然后因为 这些树枝 大家看到 就是穿透了 他的身体 穿到里边 穿到外边 他就好像很沉 很软的一个东西 在往下陷 然后让这个树枝 很痛苦地 刺破了他的躯体 这里边的这个弹形 在这里边 就好像一个肛门 他后边还是开放的 很多人很冷 爬上来取暖 但他最终 好像还是会 就把你漏出去 但是我们看 中间这幅画的 这些很多弹形 他看起来 就是很温暖 更像子宫 但在这个里边 他就变成了一个肛门 所以就有很多 这样的一些 你可以去联想的 一些东西在 还有就是 他矛盾式的构图 比如这个里边 地狱这一篇里边 他这些乐器是非常巨大 然后拉乐器的 这些乐师 看到就是一种 耶稣十字架的形式 出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是一种 对乐师 一种惨痛的折磨 正是靠这种结构 构图比例上的 失真来实现的 还有一点就是色彩 里边那幅画 大家能看到 它有很鲜亮 过渡到非常的灰暗 但是它整体 是非常鲜明的 可是外边呢 合上那个盖子的时候 它外边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水淹了 这个世界的这样 上帝是在这个小角 说上帝以外 没有别的人 它有这种非常灰的 但它又不是黑暗 它是一种很 很阴沉的这种 灰的一种形象 饱和度很低的 这种形象出现 所以呢 博斯笔下的这个色彩 本身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就这种灰暗 打开到鲜亮 再到地狱的暗黑 这样一个变化 它甚至能超越形象的 给人的一种观者的 这种强烈的 对比的一个效果 OK 这个就是 博斯在刚才那个 人间乐园那么简单 我就随便拿一个主题 就是屁股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画了将近十多种屁股 然后每个都不一样 有吹笛子的在这儿 有长镜子的 有中箭的 这个是有拉前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有鸟飞出去的 还有一个这里边 会夹着一个珍珠的 开花的 这是变色的 这是普曲子的 据说还有人 把这个曲谱 演奏了出来 还可以找到网上 就随便一个细节 大家就能发现 很多的东西 OK 那我们就是如何来理解 博斯呢 我这里边想说两点 大家知道超现实主义 一个大师达利 他就声称自己是新的 博斯 让博斯就是在现代 又开始火爆起来 但是呢 当时其实是 菲利普二世 是收藏了 博斯的这幅画的 菲利普二世 是西班牙的一个老大 西班牙大家知道 是天主教极端 保守主义的阵营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 博斯是异端的话 菲利普是不可能 去收藏他的东西的 所以当时他其实是 并不是一个异教 他是一个很正统的 就是天主教很认可的 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他同时 他有非常多的副本 然后呢 甚至还有一个挂毯 就是画 把他这幅画copy过来 大家还提供了很多 博斯元素 让这些新的创作者 去参考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他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同时就是炼金术 牛顿 他们那些人 搞的这个神神秘秘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人间乐园 看到他的玻璃 那些圆形器皿啊 那些蒸馏器啊 等等的 其实当时炼金术 并不是迷信 它是某种再生的 就是一系列复杂的 寓意的一种承载形式 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 就是一个愚人船 这个主题 这个也是以色亚柏林 哦 sorry 这是福科 福科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 他的那个 《丰癫语文明》 里面就专门讲了 一个愚人船 提到了这个母题 这个母题 其实它是非常早的 一个英雄传说 然后就演变了一系列 在这个十六世纪左右吧 伯根蒂 他们的梦幻船队 焕发新的活力 这个梦幻船队 就包括一系列作品 有这个 包括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 Erasmus 写的这个 《愚人诵》 还有一些 《淑女传》啊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 然后伯斯自己 他是画过《愚人船》 这样一幅画的 只不过 我这儿没有放出来 所以说就是 他的理解 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样化 非常复杂化的 一个人物 我就放在 祭坛画的 最后一个部分 我觉得一定要点一下它 然后我们讲的第二类画 就是我把它叫 潜信画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是 宗教场景的 一个世俗化 也就是把祭坛画 带回家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当时看到 那些大的祭坛画 它要么就是在教堂里边 它要么就是在那个 就是那些家族的 或者什么的 医院的 或者修道院的 等等那些小礼拜堂 就那个champo里边 去供大家来 来去这个 来参拜嘛 对 然后这个现代 前信化 它其实是源于 这个现代 前信派的发展 前信派 他们会有一些 这种教育里边 他就会这样说 最小的寒舍 也会被视为 金光闪闪的宫殿 然后他会主张 远离教皇 远离皇帝 我们终将学会 爱最简单的东西 所以说就是 他会有这样的一些 主张在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 一些理论上的主张呢 也出现了这样的 一些绘画 我们可以看这个的话 就是刚才提到的 康宾画的一幅画 这幅画呢 我们看到它非常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首先呢 这种很多 小的这样的画 它是用于 私人祈祷 甚至可以随身携带 就是你一关这个门 你就可以把它带走 所以就很方便 你去随时随地的祈祷 然后呢 它是将人去世俗化了 大家看到 圣母呢 这个就是圣母领报 大家很常见的一个主题 它出现在了一个 弗兰德斯的一个 资产阶级的家庭里面 看这些壁炉的装饰 窗子啊 等等这些 就是一个弗兰德斯 当时很真实的 一个家庭的场景里面 同时我们注意到 圣母头上没有光环了 所以就是 他把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人 置于一个非常 世俗化的场景当中 左边是赞助人 右边就是那个圣约翰 圣约瑟夫 他的这个爸爸 耶稣的爸爸 跟他没有那个什么 就是让他 生下耶稣的爸爸 对 所以就是 他是做的这样一个场景 大家知道 堪兵他是比 杨凡艾克还要早的人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有能力 去驾驭这样的一个 主题的形式 只不过在前面 那些三连画里面 Roger是他的学生 Roger就没有用他的 这种方式 但他一定是掌握了 这个东西的 OK 这是堪兵画的那个 室内女子像的一个系列 其实都是圣母像 大家看到都没有光环 然后这个圣母很好玩 而且他会做很多 日常生活中 妈妈会做的一个姿势 就是把手放在壁炉 烤烤烤暖的 然后再来拍拍孩子 给孩子取暖 所以就是他是这种 非常世俗的这两幅画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Roger他画这幅画 这个就是刚才看到 他的祭坛画采用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 四人的这个前性画的时候 其实他是真的是 是可以突破 中世纪那个能力的 他在这个里边 就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验 体现 这两幅画 其实它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画的很多 就是前面 这是圣母抱着耶稣嘛 这是那个赞助人 他们就会把这两个 放在一块 相当于就是我很视觉化的 看到了我是在向这个圣母 向这个去祈祷的 但这两幅画呢 它现在是存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在 加利弗尼亚的一幅画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安特卫普 就是因为后世收藏的时候 就把它们分开了 同时存在的这个大洋两岸 OK这幅画也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麦布林画的一幅画 然后这幅画呢 大家会看到这个 这个是这个的委托人 这个委托人呢 他是马丁 然后马丁呢 他也很有意思 他是当时那个 我们前面讲到 Maximilian 他不是过来到这个 弗兰德斯去娶玛瑞的吗 然后呢 就先后引起了很多政治的动乱 然后呢 这个这个委托人呢 他就是挺这个Maximilian 这一派的 所以说他后来呢 他们一系列都做了官 然后在当地有了一些势力 这幅画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主宝圣人 没有画在后边那个 大家常见的站在那 他是画在了这个玫瑰窗 这个玻璃窗上面 包括这个加灰 然后同时这个地方 突 突净的这个元素 我们在洋房艾克那里边 是非常清晰的 他是把他自己画在这个镜子里 但是这幅画的这个突透镜里边 看到这是这个圣母的背影 这是这个玛丁的背影 他利用突透镜的这个方式呢 让这两个人呈现在的同一个空间 就是共处同一个空间 相当于呢 他不只是在这个双连画里边 让你们两个这样相近 他是直接画到了一个空间里边 想强调的就是人性和神性 他们人离神会更近 就是你可以这样直面 甚至你们可以在同一个空处 就是很符合前信派 他这一套理论上的一些主张的 所以说就是这个突净 他放在这里 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对于这个理解当时的这突破 或者当时的一个潮流的一个意义 OK这个就是回到了 还是Malyn画的 这我记得大家刚才就是那个 Hugo画的时候呢 那幅非常有名的 Potinari祭坛画的时候 这两个角色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 跟他们很像 其实他们还是那个Potinari 但是这幅画呢 大家就猜测 他应该是一个婚姻的 这样的一个肖像画 也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是请了Malyn来给他们画了这幅画 然后呢 中间应该也会有一些圣母 但是这个存在的 保存的不完全 就能看到他们两个 然后呢 他到了这个布鲁日之后呢 他又请了Hugo 给他做的一个大的祭坛画 其实都是这个Potinari 所以他当时是非常的 有名 有社会地位的这样的风云的一个人物 画的这幅画 我把这个女 是他老婆 就是很清晰的给他拎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两种 这个是Hugo的画法 这个是Malyn的画法 其实同样一个人 看他的那个相事 脖子里戴这个东西 是能看出来的 是同一个东西 衣服也是非常的相近的 包括头饰这些 还有这个纱巾 但是他们两个人 就画了两种 全不同的画法 这个好像就看起来 更活色天香一些 这个就看起来 更虔诚一些 如果是这个女主的话 她大概率可能会喜欢 她Malyn这种画法吧 所以就很有意思 同样一个人 请了当时最有名的 两个画家 来给他们做画 OK 讲完这个祭坛画 带回家的这个 前性画以后 我们再讲一下肖像画 肖像画这里边 又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主题 就是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最早的时候 大家会认为文艺复兴呢 它是重新发现古代 就是古希腊 古罗马那些艺术 但是后来 大家慢慢地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的 它现在又更倾向于吧 是发现个体的 这样的一种 对文艺复兴 本质认识上的一个转变 不论是在思想上 政治上 还是绘画上 人类个体 开始被赋予更大的价值 就是不论我们是 不论我们是用这个 弗兰芒画家 他的这个个体化的现实主义 还是意大利 他那种更普遍化的 一种理想主义 其实都是更重视人 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 他在重视人的时候 实际上并没有抛弃神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通过 打压神来突出人的 相反 他是通过 让人离神更近 来凸显人的 就是神性未变 人性因为靠近神 而具有神性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会有那种 刚才画了很多前性画 他是把人 自己和圣母 画在一个里边 甚至共处于一个空间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并没有就否定神 这也印证了 我刚才说的那个三角里边 就是那个 文艺复兴和天主教 其实并没有决裂 他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OK我们来看 具体的这个 个体觉醒里边的人 这个就是杨凡艾克 非常有名的 对神也进入了人的空间 这是杨凡艾克画的 这是康斌画的 可以看出来 康斌画的这个男子 他其实一定程度上 是在像杨凡艾克来致敬 都是围着红头巾的 这样的一个男子 然后当我们 看这些画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 个体被画所指 而他们自身 并不指向任何东西 他们只是印证了人物 应该享有的尊重 和他们身上的尊严 就是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我在听这句 这句话 我觉得他们之间 就是你就感受到了 人第一次这样 被重视 第一次这样被 就是被观看 然后呢 被描绘 被呈现 然后他们呈现的 就是他们自身 非常纯粹的一个 他们自身而已 所以这时候 其实要是有个 很明显的一种 个体的觉醒 那前面这个讲的是 康斌跟杨凡艾克 他们是最早一步 画个人觉醒的 这些肖像画的 对 纯粹的肖像画 然后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 Roger他很好 意思 就他很好玩 就他画的一系列 我给他叫这个 Roger Icon 他这个Icon里边呢 就是因为他是 以布鲁塞尔画师的头衔 去 名扬四海啊 就连美帝奇的家族 也向他发出了 很多作品的委托嘛 所以Roger呢 他呢 画的这种人物呢 就是有一种 可以归为典型的 贵族类型 他淡化一些人物的 他不像杨凡艾克 他很强调那些 人脸上的那些 比如沧桑啊 皱纹啊 那些明暗的对比啊 但是Roger他就淡化了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些人都非常的 就是淡淡的抽象的高贵 平滑起来看到非常的完美 可是呢 就是比他们真人要完美 但是又依然保留他们个人的特质 这个就是画的那个 查理的那幅画吧 我记错 他的宝剑就能彰显他的地位 一般除了贵族 是不能让随便拿这种剑的 然后这个呢 你看到他手里的戒指 也能彰显他的地位 所以就看起来 好像他们的画非常的像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然后当我们看这个女士的时候 就会更明显 这是他画的两个女士的像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像之后 就是你觉得 这种四分之三侧面相 姿势呈现 双目都是低垂的 双手都是紧握的 可以从他们的姿态 和他们的呈现当中 表现出一些 谦逊和虔诚的 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们有哪些不真实的地方 因为北方我们一直讲的是 真实的自然主义嘛 就大家看他们 你们会觉得 哪个地方好像看起来 不太像真正的人呢 或者说作家去做了一些处理呢 可以留言 眉毛 脸长 头型 大家很厉害 是的 就是有几个特点吧 第一个就是脸明显的被拉长了 就他都非常销售的这种脸型 这种大家看看 他其实就是一种 优雅的国际歌特式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包括林宝兄弟画那种国际歌特式 他们在这个里面的呈现 就在肖像画当中呈现 这些女子的脸都被拉得非常的瘦长 这样看起来就很高贵 第二个是他的发际线 大家看不就好像有点秃顶一样 我们现在看起来 其实这个秃顶不是他真秃了 是画家故意画成这样的 他如果按现在的审美 姑娘被画成这样肯定就要去 就是不给钱了 但他当时不是 他就是一种很高雅的这种头颅 优雅的一种弧度 然后他们头上戴的这个 就是那个当时很流行的这种汉宁帽 然后并且用面纱去包裹着 这个面纱两边都滴滴的锤在肩上 第三个想说的是肤色 就是这种面纱的透明 跟他们的肤色慢慢的融为一体 就一同为了这种和谐感 就把人的肤色就变得更加白 更加透 更加亮 就这些都是发生了一些变形所在 Raja的这些作品呢 表现了就是弗兰德斯的这些 肖像画特有的这种真实和质朴又在 但是呢 他并没有像凡埃克那样 专注于每一个细节 他用了一种简洁的 或者抽象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些 哥特斯的高雅的这种内涵 这种我觉得女子会比男子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高高的发际线 消瘦的肩膀 纤细的腰肢 使他们看上去既高挑又柔弱 但是呢 他的眼神 他的神态 却传达出了内心一种坚定的 更加祥和的这样的一些信仰 所以就是Raja他在这种抽象当中 去挖掘出的人的一种美 让大家看到的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的 一种可能性的演变 这是Petros他画的一些肖像画 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也有很强的这种特点 就是共性的特点在 然后我这个想让大家看的是 这是苍蝇 他其实在做了一个假 他把这个苍蝇好像看起来像在 这个画框上一样 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把戏 这个这幅画也很有意思 这幅画我没能看出来 就是男女主实际上就很像在致敬 杨芳艾克当时画的这幅画 然后这里边又有一幅 这个秃头镜啊 这个秃头镜的相似性 他其实是把外边的街景都给呈见出来了 然后呢很多人就会去想 这个这到底是一个圣人 还是一个真实的人呢 就有讨论 那后来比较倾向的结果 就是他就是一个这个金匠 因为他这些桌上的这些东西啊 称了这些东西表明了他的行业 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协会做的这个委托 关于他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 还是一个圣人这件事呢 很有意思 这幅画藏在美国 收藏在美国 当时收藏的时候 这个人的形象是左边这个小图 大家有没有能看到 就有一些隐隐的一层光环 可以看到吧 当时收藏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 后来呢当他们讨论完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人 而不是一个圣人的时候 他就是那个行业协会的一个人 就把这个光环抹掉 我给他回复到的这幅画原来本质的样子 还有这样一个背后的故事在 这是Patrice画的 这个就是Mameling 刚才那个Roger的话 它是一个icon Mameling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family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那个Roger画的那个女人 这个就是Mameling画的这个女人 它是比他时代更靠后的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面纱 我觉得明显有一个质的飞跃 就是他这个面纱的这种质感 和他的这种透明感 就会比当时那个要进步了很多 我不知道是这个技术的 到底是这个面纱 布料质量的进步 还是画家 画法质量的进步 还是颜料什么的变化 但就这个我觉得就一下子美了好多 让他也更加的神圣 同时他外边这些 已经用很多自然的这个背景 来做这个肖像化的一个背景 然后第二个想让大家看 但不是一个人啊 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我就是放大 想让大家看一下他的手 刚才还记得那个Patrice用的 那个苍蝇的小把戏吧 这个地方就是手用的同样的把戏 他让他的手浮在的画框上 就好像你看到这个人 他要出来 他要从这个二维的空间里 要出来来走近你 或者说他要跟你交流 这样的一些特点 所以是非常的真实的一种 这种错位的处理方式 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 右边的这个面 就变成了一张 还是僵过的纸 是的 这个是Mabbling Family里边的男子的形象 这个地方 这幅画大家应该知道吧 有人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 我好像自己写了 是波提 这个是波提切莉画的画 他拿了这个徽章前辟 这个是美帝奇家族的 因为波提切莉跟美帝奇的关系非常好 他跟洛伦佐的关系很好 所以说他就画了这样的一幅画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是Mabbling画的哦 大家跟波提切莉的比一下 看一下他们 就是北方跟南方 他们这种艺术相互的影响 这种背景的处理 这种人的处理 而且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来自威尼斯的外交家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 他在北方 在弗兰德斯 Mabbling给他画完这幅画之后呢 他可能把这幅画带回了意大利去 所以又在意大利那边的画家呢 又发生了一些相互的碰撞啊 相互的这种启发呀 波提切莉呢 最后就画出了这样一幅画 他们是出自北方和南方的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让你很难说清楚 是谁来影响了谁 OK 前面三个绘画部分 我们看完之后 就看一下这个财富展示的部分 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伯根蒂他还是一个宫廷文化 所以他当时是一种很强的 这种展示型的文化 他的财富 他的政治影响力 他的经济影响力 是要靠视觉手段来维护和强化的 其实很像各种内外的君主吧 像外国我们说 路易十四建凡尔赛 然后像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那些非常辉煌的这些 皇帝的一套的用具啊 他都是来彰显和维护权力使用的 所以当时就会有这些东西 金银啊 盔甲啊 等等这些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 就是他因为这些艺术品 他其实看中了两块 第一块就是材料 第二块就是记忆 你必须都都拥有 你才能够做成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说 他没有艺术品位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只是当代人的特点吧 那个时候 实际上这些会比绘画更重要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来看 这个神刊呢 他就是来自 他的我们对他的了解 其实是来自一份财产清单 就是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 送给他丈夫法王查理六世的一个礼物 然后皇家呢 他们就是这些有钱人 他们会做自己的清单的 家族财产清单 用于继承啊 或半税啊 等等方式都会用 像美帝奇家族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清单 详细记载他们的艺术品 这个当年 就是1404年 皇家清单 是这样来描绘这个神刊 大家可以看着听一听 圣母怀抱婴儿 坐在阁架花园里 她的塑像是白瓷釉 婴儿是红瓷釉 看到在这边 她胸口的扣子 镶着六颗珍珠 和一颗红宝石 是说圣母 头顶花罐呢 装饰着两颗红宝石 一颗蓝宝石 和十六颗珍珠 就是这些有钱的东西 他们是这些值钱的东西 他们是非常详细的 会有记载的 该花罐有两个 白又灼色的天使举着 花园里点缀着 五颗硕大的红宝石 五颗蓝宝石 和三十二颗珍珠 该雕像前面 有三个金素人物 哲学和学术监护神 圣Catherine 圣徒约翰和圣约翰福音 传教士 国王的塑像下 城下贵状 坐垫上装饰的四颗珍珠 和法国钝形徽章图案 前面有一本 放置在金台架上的书 身后有一只小狗 把这个很可爱吧 小狗也写出来 国王对面 有一个白蓝右色的 武装骑士 手持国王的头盔 眉垢下 有一匹白又马 纯金的马鞍 和这个马具 白蓝右色的贴身男仆 一手挽着缰绳 一手拿着饼杖 该制品 是王后在1404年元旦赠给国王的 所以就这些财产清单呢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不但让我们看到这个食物 还为我们详细去描述当时的人 看这些食物的点 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餐具 餐具的话 就是我刚才有讲到 那个好人菲利普 送给路易十一的时候 就送他了一套 带着自己徽章的餐具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餐具是彰显财富 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因为他们经常会有 每天就是开不完的party 然后吃不完的大餐 所以就会用这种方式 这是一个 对这个是装那些盐瓶胡椒瓶 这是红珊瑚 当时是很难得到的 一般去东方十字军 他们去打仗的时候 是从东方去俘虏来的 这些东西进贡 才落到这里 所以他就很有名 然后还让他 镶了很多这种金 这样的东西 还作为一个 想到这个餐具 比如胡椒瓶 盐瓶什么的 可以剑毒用 下面想说的是 盔甲和剑 这个盔甲呢 它其实是 应该是菲利普二世 我找了一张画 就想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盔甲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有时候去欧洲玩 你经常还会看到 我有一些盔甲展 那些骑士 中世纪的骑士盔甲展 就是看一看 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菲利普穿的这个 大概长这样的样子 还会有一些 护腿那种长款的 都不一样 还有头盔 这个没有画 头盔在这个地方 对 冷兵器时代的 那个打仗用的 好难清洁 他们可能不缺清洁工吧 然后这个地方 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战场上 辅获的这个 勇敢查理的 公爵剑上面 就有七颗大钻石 七颗红宝石 十五颗大珍珠 这个剑可不是装饰用的 就是它打仗用的剑上面 就会有这么豪华的东西 那我觉得 相当于就告诉大家 你们都来杀我吧 我就是那个老大 OK 接着来讲挂毯 我们刚才有说过 这个挂毯 它其实是可以出现在 这个Alterpiece 就是那个祭坛化的 那个地方 可以用挂毯 这个就是一个 类似这样的挂毯 但这个挂毯呢 它的问题就在于 它非常的难保存 所以说呢 现在即使在博物馆 去展示 我们就是人呼出的 这个二氧化碳 它对于这种纺织品 这么多年前的纺织品 其实是非常有害的 但当时这个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 很难看到 那个年代 那个辉煌的挂毯 但当时呢 这个挂毯 其实是非常重要 它不仅显示着技术 而且它显示着财富 就它的材质 会比那个木板化 要更重要 而且挂毯 非常便于携带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就是经常会 会做挂毯 比如说打了一个仗 这种重大事件 结了一个婚 或者说怎么 吃了一顿饭 他们甚至都会去 做出这样的挂毯 去送羊 就是歌功颂德用的 然后当时的很多 壁画 木板壁画 其实是仿壁毯的 仿挂毯的 是反过来的 大家看这个 这个 三汪来朝 这个人 他其实放大 他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漂亮 因为他真的很贵 就是这些挂毯 他都用什么呢 用丝绸 金银 然后上面还有 箱子很多珠宝 还有羊毛 还有染料 这在当时 都是非常贵的 而且还有一点 它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它不像绘画 所以就是 你只要有这个挂毯 OK 你背后的这些 所有的材料 大家都知道 然后你能顾得起 多少人 跟你做这个事情 就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 所以说它就是更珍贵 比绘画珍贵 就是珍贵在这儿 然后我还想让大家 看一下这一张 这张其实是很逗的 因为20年已经疫情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 可能都没有太重视 这次大展 这次大展呢 是这个拉费尔 他去世500周年的一次大展 就拉费尔在意大利 我为什么把它拿出来说呢 就这几个壁坛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它是拉费尔 它是给教皇做的 拉费尔画的画 画的十幅画 但是呢 因为当时 勃根地的这个挂毯的工艺 是非常的强悍的 在意大利是达不到的 所以说呢 拉费尔在意大利 给教皇画的这个画呢 他就拿到了这个北方 去进行挂毯的这个制作 就是以他这个画 为基底去制作 我们现在都觉得 拉费尔的画非常有名啊 但实际上他当时 被拿到这个工作室之后呢 这些画都被切成了 很多90厘米宽的垂直条 然后以便织工 可以将它直接放置在织基下面 以重新去创造图画 所以现在感觉 拉费尔的画 被切成90厘米的条 是一件特别 就是我们觉得特别 特别 特别抱殖天物的事情啊 但当时呢 他就是 就是这样发生了 这个壁坛呢 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 纺织大师的工作室里面 完成之后 又拿过来的 所以说正好是这个 趁这个拉费尔 1500周年呢 这个教堂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 大家一看这个顶画 就知道是哪个教堂了 就是在这个教堂呢 又按照当时的布局 因为当时他们都 都提前 这些人都占完 都占完坑了嘛 然后留给拉费尔 也就是这些下边的这些空间 让他挂壁坛用了 所以就是 在这个地方 原封不动的进行了展出 而且这些展出都是裸展哦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 玻璃框的这种保护 就是当时怎么样 就在还原 这是一个布展现场 但这个展非常短 只有短短的一周 所以就是依然非常豪横的一个展 只是我们可能大部分 我们国人是没有机会去看到的 这个地方让大家猜一猜 就是说 大家知道 就是拉费尔的画画的工钱 占整个壁坛制作费用的 百分之多少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就是大神拉费尔画的这个画 他当时拿到的工钱 占整个这个工程 所有的制造成本的多少 其实就现在我们就想 类似这种设计师 占整个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 公共建筑 比如国家大券 他的设计费能占到这个的多少呢 大家可以打字猜一猜 让人要猜一猜吗 好吧 那就直接说了 其实 他只占当时的十五分之一 就是拉费尔这样的大神 十五分之一 不是五分之一哦 就他的画画的设计的这个工钱 其实在当时的占比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也能再次印证的 就是这些挂坛的 这些奢侈品 这些展示品 他其实是比当时的壁画 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更值钱的 OK 讲完第二个部分财富展示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就是买方变化 催生的卖方变化 这个第一个要讲的 就是这个workshop 因为当时的画家 他其实分成两类 一个是宫廷画家 就像之前分享过的 林宝兄弟啊 杨凡爱克啊 这些宫廷画家 他并不是只是画画的 就是说 所有老板想要的东西 你都要做 比如你要设计服装 设计那些宴会的服装 然后你要去设计一些装饰品 还要去举办宴会 做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还有另外一类的画家 他叫城镇画家 对 是的 这个城镇画家 就是像刚才说的康斌啊 然后这个罗杰尔啊 他们都是城镇画家 所以就是这两类 他们当时是并存的 很长时间都是并存的 这些城镇画家 他们往往都在这个 workshop里面工作 但这个15世纪的workshop 跟我们现在这种 21世纪艺术家这种studio 它其实是 它不是一个概念的 没有大家想了这么的自由 它大概是这样一个构成 就这个workshop里面 它有三类人 第一类就是这个学徒 这个学徒呢 你是要付培训费的 就相当于你是来学东西的 但是学徒呢 一般都会控制他们的数量 就不能太多学徒 因为毕竟他干不了活 他就是来学东西 所以为了保证你工作 是整体的作品的质量 你是要 行会经常会控制你的 这个量的 第二类叫journal 这个journal很有意思 因为journal大家知道 是一个 journal是一个旅行的意思 journal就是 这些人他们其实是要 到处旅行 到处去打工 就像我们现在这种 打工人的概念 高级打工人 这些人他是可以领工钱的 然后他是在这个画室里面 去负责画画的 就是那个能干活的人 最后一个最高级别 就是这个master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 小企业的企业家 对我们乡镇企业家 就是这个master 他呢他要去养活别人的 所以这个master呢 他要怎么 就是你必须要是这个 城市的城镇的这个 市民 对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是要交一个 这个citizen的这个费的才行 然后你还要同时 你要交完这个费之后 你还要交一个这个 行会费 然后呢你还要去 有一件作品 这个master就不是人了 他只要有个作品 你才能 有这三个条件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master 才能去办计的 这个小的乡镇企业 这个我们就能看出来 他的一些分工打杂 有这个人他在画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那时候画画 其实拿一个这样的支架 会让手稳定 然后后面有些人 就是在做别的事情 然后这些 还有他们的一些这种 模板 就是不同类型 看不同类型肖像画的 这样那些模板在 所以其实那时候都是按 就是这个工作室 出品的作品 他其实不一定是 大师本人画 甚至很多不是大师 大师可能打很多 这个样板 然后就要那些journalman 去给他复制 或者说去稍微改动一点 就能出别的作品 OK 第二个讲的就是这个行会 然后行会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上集好像也说到了一些 就首先他会制定标准 如果你这个行制不符合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买方 我去个委托人 我会让某一个工作室 去帮我画 委托一幅画 他们当时会签订非常详细的 这个委托合同 然后如果你不符合这个的话 行制不符合 我这个委托人是可以把你这个 画室或你这个master 告到法院的 告到法院 如果你有合理的理由 这个行会其实 他是要支持买家 去诉讼他这个行会的成员 也是对他行会的一种约束 就是表明我是标准的制定者 跟现在的行会这种 我们都说的行业标准的制定 就是大家要争取这个权利 第二就他有一些 social farewell这样的一些 作用在 比如说如果这个master 他很早就去世了 那他寡妇和未成年的孩子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获得保护的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竞争 他会限制竞争 比如说一些外地的就是典型的 还有一些新技术的也是会限制的 这个时候就是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他这个fair time 这个fair就是一种 我们现在说的展销会的意思 就这个展销会期间 你这个外地的啊 这些新技术的 你是可以来来销售的 那个时候 比如说布鲁士跟安特卫普 他们在竞争这个艺术品市场的时候 安特卫普呢 他就很潮 他就说 那个一般 比如说我一次这个fair time 就是两周的时间 然后安特卫普他就会说 他说我这边就是一直允许你 在这两周都去卖这个外国的画 然后我这个时间也更长 所以就是他就靠这种方式的话 就更开放 更包容的方式去竞争过了 布鲁士的这个艺术品交易市场 然后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康宾 他就是这个 托尔奈画家行会的总会长 他自己也是一个画房老板 像刚才说的这个 Roger他们都是他的学生 然后刚才还提到这个Lohana 他呢是这个科隆行会的会长 同时呢 因为你加入了行会 虽然你是能在这边 这个市的这个议会上 去代表画家 去有一些政治权利 跟政治参与的这样的机会的 最后再想讲一下 就是艺术家的主体性 这边呢 我们可以对比这两个 这两个其实已经是 15世纪的尾巴 或者说16世纪初 那个Duler的一幅自画像 这个是杨凡埃克当时 他自己就是把自己画在的 这个护头镜里边 大家对比就会发现 尾巴克是悄悄地把自己画进去 但是到了Duler 就15世纪的 我们讲的这个阶段的最后的时候 他已经如此光明正大 如此纯粹 如此绝对地把自己 作为了一幅画的主体 而且他是这样深刻的 通过他的眼神 和他的姿态去剖析他自己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体 第二点就是 大家看Duler这幅画 有没有觉得他 某些地方很像耶稣 所以其实Duler 当时画这个东西 他就是把自己 当成了一个神来对待 所以就是 他们对个体的尊重 就是无限地靠近神性 来凸显自己的人性 所以这个时候的 这幅巨大的变化 我认为非常有意义跟作用的 就是艺术家 他通过把自己 作为一个纯粹的 这幅画的一个主体 来彰显他自己身份 他个人这样形象的 一种主体性 这个在15世纪的末期 也就是Duler的时候 达到了一个巅峰 OK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就是技术的革新的影响 15世纪的时候呢 欧洲那时候 他们的印刷术取得到发展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大家也有在争议 就是为什么 中国是在11世纪就有的 就很成熟了 但欧洲却差了400多年 有人说不是因为 机器的技术没有到 是因为没有纸的 就是符合条件的纸 当然找了各种借口吧 但总之就是15世纪 他们才真的发展起来 刚才我们讲了 上面这个三角 就是天主会 文艺复兴和这个宗教改革 之间的三角 现在我在这个三角 基础上又加了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技术呢 对文艺复兴而言 它是一个工具 因为它出现了 刁板的印刷的 一些铜板印刷的版画 同时呢 新的技术对宗教改革而说 它就是一个武器 因为只有有了这些东西 大家才能够去实现宗教改革 那个就是我推倒了一个人 但是我提出了一本书 就是推倒那个人 就是教堂里边的那个形象 拿出这本书 就是这个Bible 它之所以可以这样做 背后一定要有这个印刷术支持的 如果没有 它怎么做到 让人守一本圣经呢 而且那个时候 还有跟这个民众的这个发文化的水平的提高 也是紧密相连的 因为书籍在过去 一直是教会和贵族的垄断品 大家可以看这个画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当时王族用的祈祷书 我们如果看一些 那个时候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 很容易看到一个昏暗的光线里 一个人就跪在自己家的那个 因为家里都很有钱嘛 那些王后啊 或者那些贵族的妇人们 美妇人们跪在那些地方 就拿这个东西 在这个默默地祈祷 比如他们婚姻 受到了一些威胁的时候 他们的老公出去打仗 回不来的时候等等 要生孩子什么之前 他们就会跪在这个地方祈祷 他们拿的就是很漂亮的祈祷书 当时那个亨利八世 应该还通过这个 像那个他的第二任老婆波林 还就是在祈祷书上传情 他就会在这儿给他写情书 在他老 就是他追求的女孩子的祈祷书上写情书 然后那个女孩看见之后 也会同样在祈祷书上的空隙里 写情书回应他 然后他们这个情书 往往写在跟这个内容 紧密相连的地方 所以就是很有意思 当时只有贵族才可以用 这样的一些手抄本的 这些精美的东西 但是当印刷书出来之后 安东尼的诱惑 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 民众能够用的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新技术支持的书 宗教改革才成为可能 而这个宗教改革成为可能的前提 是文艺复兴把这个技术 以更温和的方式 在这个世界进行的传播 为他去创造了土壤 然后他才能够像勇士一样 就是去斗天与天斗与地斗 才能去发展成后面 所以说这三者 他们在技术的加持上 有一个非常微妙的 这样一个三角的关系 这个里边我就 看着看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因为一般一个新技术的发展 它其实是会对思想领域 对艺术领域能产生几百年 更长期的一些变革和影响 所以印刷术如果在欧洲 能够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产生如此巨大的一个影响 我就在思考 它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呢 然后这个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 想到了苏东坡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苏东坡可以说是 刁板印刷术发展起来的 普及起来的第一受害人 我们在历史上能找到的受害人 为什么呢 苏东坡的兄弟啊 大家知道苏哲 对苏群是他爸爸 就是初始代表着宫廷去辽国 那时候初始契丹嘛 他就在契丹那个地方 看到了印的他兄弟的一本书 他哥哥的一本书 就是谁将加急过燕都 封建胡人问大苏 莫把他回来之后 他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 就莫把声明洞蛮 莫恐防笑谈卧江湖 就是说你的声明都已经到了蛮族这边去了 他们都有你的这些诗都已经传过去了 当时其实就是靠印刷术传的 而且苏东坡之所以总是被贬 就因为他爱说话嘛 可是如果他说话传不到皇帝耳中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印刷术发展太快了 然后苏东坡又是当时的网红 他是当时最大的KOL 所以大家都争相去印刷他的书去传播 所以说他的话就那些得罪人的话 就特别容易从这个这里边去传播出去 笑卧江湖 可能金庸看了这本书吧 看了这首诗吧 这是一首真实的 他弟弟写给他的诗 OK 最后再用简短的一分钟 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些东西 我是总结出的这样四个短语吧 第一个就是失落的历史 在君主集权还没有强大的时候 伯庚蒂他作为一个公国 在15世纪强大的这种经济 政治和国际艺术的影响力 我觉得过去一直是被忽视的 我们现在看很多影视作品 其实以这个时候伯庚蒂为背景的 或者讲他的 是很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一个 真的是被我们这种大国的这个观念 当然也包括欧洲 他们也会去忽视的一个历史 因为他的时间也的确非常短暂 就是绚烂的烟花那样 一下子就绽放在了国际舞台上 然后又一下子又被神罗 还有被法王就给吞没掉了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埋没的成就 因为与落后野蛮的哥特切不断的这种联系 使文艺复兴艺术史的脉络研究当中呢 长期忽视和压抑了北方各国的一个文艺复兴 我们从时间上来看 以及从国际影响力上来看 我不想去说他一定强于意大利 因为我觉得这种争 可能没有太多意义 就争个谁强谁弱 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是 他们双方实际上是有巨大的相互影响的 而且我们不要认为北方各国就代表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 然后南边的美帝奇就代表了对古典的复兴 因为其实在美帝奇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也经常会有这种骑士的比赛 美帝奇亚族特别喜欢办这种大的比赛 它其实就是一种中世纪一种精神的这样的 也是一种存续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人神的靠近 意大利是向罗马去追寻一种理想化的人体 而北方各国是向自然去追寻真实的人体 他们都从不同的路径将人性和神性直接紧密 相连共处一个空间 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革命的技术 印刷术最直接刺激的文艺复兴艺术的传播和艺术的下沉 技术和艺术合并在一起 又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它从形象的美到一种抽象的思想 把整个西方世界都搅动得天翻地覆 然后这种搅动至今还余波未落 这就是我大概对15世纪北方各国的 这个这一part的一个分享吧 写阳军我这边要说的没有了 好的 对 插一句 最后参考资料 这个是我列的一些 大概分几类吧 第一类就是历史的 法国的 英国的 德国的 神罗的 第二个是这个通史的 加上那个昨天 那个 张同学说的 还没有加进来 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些 文艺复兴的 断代的吧 这里边 前三个都是 比较意大利主 主线化的 然后个体的颂歌 反思文艺复兴 中世纪的衰落 就是比较偏北方的 这是博斯的参考 大家可以 我推荐这本书 它里边有五个 那个祭坛化 最清晰的版本 你可以买来细细看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 福克的那个 愚人传的主题 然后影音这边就是 一的是纪录片的 二是电视剧的 OK 没有了 好 我感谢郭老师的精彩分享 大家不让 下面看看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说 或者打在那个聊天框里面 来看有没有问题 我可以再加一本书 虽然那本书 我还没怎么看 这一本叫 北方文艺复兴艺术 这个 报脱本内失血的 当时我再拿一下 内发权力 拿一下 你们昨天讨的那个 伯根蒂后来的那个 衰落或者是他的 还是被并入法国 你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部分 可以看这张图 大家还能看到吧 可以 对 这张图里面 他伯根蒂有两块领地 一块是这个 他原来就是政治中心 地容的这个地方 一部分就是有 布鲁兹和安特魏普在的 这个弗兰德斯的这个地方 他当时是因为 最早的话 就是这个菲利普 勇敢的菲利普 娶了个老婆 就把这块获了 或者他就一直这样 菲利的方式去管理着 然后后来呢 这块就是神罗 他相当于把他 取得这个 marry the rich 把这两个都得到了 但是法王就不爽嘛 神罗又不一定 能这么快打过法王 所以他就说 OK老婆是我的 但是我女儿是你的 所以说就是 把这块地方 相当于就是交换 我保留这块 最终法王取得的是这块 所以法国就是 领土就完整了 但是这一块呢 菲利就归了这个神罗 神罗在这边嘛 就归了神罗 这块其实都是他的 所以他就把这儿 并起来了 然后后续呢 这个Maximilian 他的儿子菲利普 然后他的孙子 这个查理武士 都是取得了这块地 这个时候就直接到 那个17世纪初了嘛 17世纪初的时候 那个奥兰治他们 Orange他们 就是要这个地方独立嘛 所以独立完就分开了 因为这边 弗兰德斯 他其实是比利时 就是这部分 然后这边北部这边 才是那个北荷兰嘛 所以就是整个这块 弗兰德斯就分成了 两个部分了 然后南边这边 就是安特卫普等等 这些就是那个天主教的势力 然后再往北的话 就是那个Orange 他们那个亲王的那些势力嘛 所以到17世纪的时候 那个市民共治的时候 其实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往后看 那个鲁文斯 他就是在这边 然后再往后边的话 就是像那个伦伯朗啊 他们就是跑到这边去 这也造成了比利时 跟荷兰之间 这种长期的斗争 包括比利时 他的两种语言 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背景在 行 那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 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就再次感谢郭老师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洗洗睡吧 好的 好的 好 那今天就到这 感谢大家参加 拜拜 拜拜